懂啦?小知识,大事件! 一分钟了解达尔文 英国历史上有一位生物学家,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 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就是查尔斯·罗伯特·达尔文 达尔文曾经乘坐贝格尔号舰,做了历史五年的环球航行 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 出版《物种起源》,提出了《生物进化论》学说 除了生物学外,它的理论对人类学、心理学、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《物种起源》的出版,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 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 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 他们群起公知,诺密达尔文的学说《亵渎圣灵》 触犯军权神兽天理,有识人类尊严,与此相反 以赫须离为代表的进步学者 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 1882年4月19日,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 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木旁 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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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